就如同他常常讲说 我最有财政纪律 我还了570亿 现在一查 你570亿的还款 有140亿 是把台北市的教育基金挪用过来 教育基金 教育基金挪掉140亿剩多少 剩12亿 你就知道挪用的量体多大 台北市民的教育基金 140亿 应该是152亿 被挪了140亿去还债 然后这个叫面子工程 所以说我最会还债 所以我觉得 那我也好奇 那当时的柯市府的底下那些官员 没有人提醒柯文主 你这么做是有问题的吗 这件事情 你看柯市府 为什么一级主管一个一个走 留到最后都只是 听话的会帮他擦汗的 不分青喉照白的 这个事情可以自己检讨嘛 府内的财主单位 应该告诉他 你的工程款这样的增加 应该按照什么程序 你怎么可以闪过那个程序 那柯文哲的团队 老是利用资讯落差 什么叫资讯落差 当你不知道我知道的时候 我敢骗 我就说你看我负责 你负了什么责 或者利用资讯落差 来营造社会上 对他的期望 所以这一个坦白讲 是一个利用资讯落差 欺骗社会的动作 对北流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 我再讲一个资讯落差 北流有南基地 北基地 北流我们如果坐车 经过他有两个 那时候钱不够 钱不够的话 决定先发包盖北基地 先把钱集中 24.5亿 再来盖南基地 这件事情柯文哲有拍影片 说你看 在我之前他骂郝龙斌 我不愿意帮郝龙斌讲话 但我愿意讲实话 他说前面的市长 刘彪三次没有能力解决 我上任了还刘彪 后来我好聪明 我想出来了 先盖北基地 再盖南基地 后来就标出去了 有没有 这有影片 你去查 北基地是2014年10月22号 以24.2亿 发包给春园营造 当时的市政府 叫做郝龙斌 对 柯文哲还没上任 这个方法是郝龙斌市政府用 而且在柯文哲上任 两个月前就标出去了 可是我如果没有这样讲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他就可以拍影片 你说大家都是笨蛋 我最英明 我想出这个方法 发发出意 结果彻头彻尾 这是谎言 对 来 袁志远 这个蒋事府 现在对于柯文哲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需要把这些问题 把它理清楚吗 包括1.9亿 甚至可能还有个 北易2.34亿 这不是应该要让外界 能够清楚了解吗 现在蒋事府 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蒋事府现在第一个 就是北流的1.9亿 他已经先垫付了 那垫付的部分就是 他最后还是会送到议会 来追加预算 那到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是在议会会掀起一个 大家非常热烈的讨论 议会要监督 要监督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柯文哲他在去年的时候 实际上他在4月跟6月的时候 他已经有跟厂商谈好了 要总共要赔1.9亿 对不对 那这1.9亿 当时谈好 为什么他不要用 垫付的方式 去把这笔钱偿还 或者是用二杯金 因为如果说 当时他就这样决定的话 他就会进到议会去 可是因为 因为市议会是没有那时候是没有民众党的议员 只有国民党的议员跟民进党的议员 他会担心说 这个事情会在议会经过充分的讨论 那经过充分的讨论的话 大家就会对这件事情的细节跟内幕 会就会让全国民众知道 你如果在议会 每个议员就会问很清楚 这笔钱是怎么算出来的 细节要给我们 资料要拿 如果你的资料只有1页子 2页子 人家还讲说 这样子就要跟我要1.9亿 怎么可能 对所以到时候一定会 去年的时候一定会在议会 会面临到一个非常惨烈的状态 那所以他就逃避了 那现在 现在讲市府是先帮他垫付 可是我觉得之后的议会 会不会有问题啊 没有办法 因为你不垫付的话 你一个月的利息要80万 付80万利息的法律基础在哪里 对方是有提告呢 发支付命令呢 还是有经过仲裁的法律文书 如果柯市府是私相授受 跟这两家业者 那个价格的核定方式就有问题 到底1.9亿怎么算的 你现在垫付出去 将来回到正常的公务体系 去进行审计核算的时候 搞不好不是1.9 搞不好1.1 或者8000万 或者9000万 那你现在多付出去会有问题 我认为这个责任不在蒋市府 蒋市府的处理 倒是要好好把这些法律的部分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想知道 这个就是大家想知道 所以监察委员也调查 资料都出来了 包括简书培许书 都有拿公文出来 还不够清楚吗 他这个公文也只是单纯就说 柯文哲你讲错什么 然后我来打脸你 其实都还是处于吵架阶段 你这样讲 我们现在是都针对他细节部分 第一个发动的不是这些议员 是李四川 是贵党 中国国民党现在的副市长 怎么会讲资料不齐全 是台北市政府蒋万安 李四川先发动的 你还记得说柯文哲 还回答说 好啊 国民党你要这样玩 大家来玩 我倒认为国民党 如叶元之将的优秀人才 不用对柯文哲畏守畏尾 对就对错就错嘛 讲道理嘛 那现在好像柯文哲 国民党的议员 都不敢得罪柯文哲 却勇于得罪侯友宜 这个我们第三者旁边在看 实在看不下去 的确 来 余将军怎么看这样的情况 我们看到柯文哲的 这个问题显然非常的大 这个问题包括1.9 以后续还有2.341 这个所谓的利息前坑 会不会越滚越大 当一个民选的首长 虽然你不是公务员 你是政务官 是民选的 选上之后 一定要有法纪观念 你不是选出来的王 你也不是选出来的皇帝 每一笔的这个经费支出 要有预算 有多少预算做多好事 如果预算不足 你要完成法定的程序 重新申请 就像以前我在 我在部队服务的时候 每一个单位 每一个连队 都可以跟外面的这个 军用品店设账 哇 那不得了 那军用品店我去问 我还派人去军用品店说 我们的连队有没有欠你账 那军用品店说 没有 报旅长 你刚来 你搞不清楚 没有欠账 你们这个单位 纪律良好 一毛都没有欠 那怎么办 我就说怎么可能没有欠账 我就看到有车子进来 送了一些物资 然后安全事官就签收了 就收了 没给钱 我就派了一个连队的行政 我说来 你去帮旅长跟他设账 你就说是吕布莲要的 哇 一设账我才发 他要签名 签那个账单 一签 一个单位欠了十几万 29个单位 每个单位平均欠十几万 那我就很生气 我就跑去找这个军品店的老板 我说你不能让我帝兄这样设账 这样设账以后还不了你怎么办 他跟我讲什么意思 旅长你想多了 逃得了和尚逃不老庙 你的部队又不会裁测 只要有人在 你就非还我不可 那现在厂商是不是认为 台北市府也是跑不掉的 一样的状况 就是反正台北市政府 是这么大一个团体 不可能赖账 这首都 你怎么可能赖账 柯文哲不做了 我找蒋万安做 蒋万安任期买了 我找下一任 跑不掉 反正你不给我钱就有利息 我慢慢跟你算 那你来新街的市长 那时候我就是新街的 新街的单位的旅长 我就想说不行 我跟你算清楚 我就说从今天开始 谁再跟军用品店来做设账 关紧币 一笔一笔还 那你就要还债计划 为什么你知道 我发现了嘛 我把它截止 然后开始慢慢还债 蒋万现面临状况 一模一样 柯文哲留下来的二债 这些债务 不是法定债务 各单位都会有法定债务 就是说那是按照核定 你有阶段工程要付的工程款 那个是借期不连续 都一直往下来做的 那可是现在呢 他不是 这是违法的嘛 你这1.9亿 还有北亿后面的2亿多 请问这谁核定 你说你柯文哲核定 你没有权核定 因为钱不是你的 你不能说今天 我让市长我负责 对不对 我核定1.9亿 谁负 文化部负 你又不是文化部长 你又不是行政院长 你凭什么核定 而且呢 核定的法令依据何在 厂商所提出来的 请问第三方工作人何在 你有经过法院的 法院的核定吗 还是你有误诈上涨的基准 基准的参数 你都没有嘛 然后呢 台北市议会更火了 你市府所有的财政事务 要不要经过市议会 有 你的市议会不知道耶 这好像大家会觉得说 市议会是不是在睡觉 不是啊 台北市议会说 你没有送过来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 隐藏债物要藏起来 你把这1.9亿 他这2亿多 北亿跟北流 全部藏起来 然后市议会说 看起来好像财政状况良好 你不报啊 这是最可怕的耶 欠债不报 就像我们那些连队一样 积欠了外面商家的钱 他不报 然后外面的商家 还帮他来隐瞒 为什么 他怕如果一报出来以后 弟兄不跟他买东西了 他就没钱赚了 所以说这些商家 我刚才勇于检举客问者 另外我很同情一些人 就是台北市政府的事务官 这些事务官 他一定是把柯文哲认为 跟以往的这个市长一样 就是他说负责 他真的负责 柯文哲说负责 他不是真负责 我负责你付钱 我负责你扛责 就是这样子 扛责是会不会抓去关 当然会啊 如果真的出问题的话 当然会啊 你严重的违反行政程序法 甚至你有关相关的 一个财政的法律 你都已经违反了 这些事务官 他是公务员 你让他违法 他会被弹劾 你说这个问题 其实不光是还债的问题 而是一个首长 是不是违法乱计 然后违法乱计之后 可能他自己不负责 要底下的官员去扛责 底下的官员 现在我知道的公务员 我在国防部任职很久 我知道公务员 遇到这种长官 通常都会有自保的paypal 通常都会有自保的paypal 例如说你长官才是 对不对 要下条子 对下条子 我看到条子我才办 然后这些长官有时候会 下完条子之后 来你把条子还给我 我告诉你 影印留下来 对啊 影印留下来 全部纳入流水编号归党 我相信台北市政府的这些 事务官 这些公务员 一定都有做 如果影射到了你 或者是让你 要背行者的时候 毫不考虑 把所有的老利老岸 全部调出来 全部摊在阳光底下 你让柯文哲来解释 你要负责 我就让你负责 你要负全责 我就把所有的卷宗 摊出来给你看 都是你指示的 不管是谁 都必须要做这个动作 否则事务官多倒霉 虞将军下还有个问题 因为柯文哲在被外界 这个质疑有关北溢北流之外 昨天他在脸书 他是不是转移了焦点 他就把这个所谓的 中央之前的前瞻基础 建设的这个预算 说成前瞻变前坑了 别让中央请客 地方买单 然后就说地方会债台高竹 后来呢 苗博就踢爆他 说台北市拿了100亿的预算 那难道柯文哲不知道吗 那如果台北市拿了 这么多的100亿 到底他是把台北市 建设到哪里去了 其实柯文哲就是这个 鲨鱼效应 他就是今天 北流的事情爆发了 眼见了北溢的事情 要出来 所以我就直接挖个 更大的来丢 对不对 他知道这个事情 他理亏 可是我就挖个更大的 因为这个更大的 会把他违法的项目 给盖掉 所以就说你看 政府亏待我 这个政府 中央政府是看颜色来拨款 可是你忘了一件事 市府有市议会在督导 市府有市议会在监督 你的每一笔预算 上级中央所拨下的钱 市议会要经过审核 你不审核 你不能支用的 你要编列预算 你要做好市议会的同意权 他都忘记这一段 那柯文哲心意想 反正就拖 我就拖 我把事情爆出来 你就忘记北流北溢的事情 全部都来追这个事情 这是他的鲨鱼效应 其实台北市的选民 都很了解柯文哲 所以你看 他这次出来选总统 反而是台北市 对他的支持度并不高 是哪些地方支持度高 中南部 中南部 对 没被骗过 不知道痛 没被他呼嚨过 不知道他坏 所以说这真的是非常可怕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 会让很多人重新检视柯文哲 否则一些年轻的朋友认为说 不会啊 你看蓝绿在恶斗 他没有在恶斗啊 他都在揭发蓝绿的问题啊 他不是揭发 他正在制造问题 但是他从来不解决问题 他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丢一个更大的问题 让你去讨论 讨论完之后 前面的问题 全部传过水雾痕 但是呢 他负责 谁扛责 公务员扛责 所以公务员勇敢的站出来 把每一笔 柯文哲市长 所核定的事项 全部摊在阳光底下 否则 你会变成最大的扛罪责 是 来 郭东哥怎么看 现在北一北流 现在的这个 所谓的利息前坑 看来是越滚越大 是不是要继续地监督 毕竟柯文哲是要选总统的人 也有可能成为总统啊 所以在这一块 他是不是有说明清楚 还是不断地推卸 再来他自己讲的 前瞻基础建设嘛 说成是前坑啦 地方无法负担啦 会在台高竹啦 问题是台北市 自己如果拿了100亿 他是不是也要说明清楚 这100亿花到哪里去呢 到目前为止所看的资料 这一次柯文哲要逃过监察业的追查 很难很难的 不像以前他在台大医院那些案子 说后来被他逃过去 这一次很难逃过 为什么啦 不要小看观众 不要小看说 他才一亿九千万而已 他除了让柯文哲的财政拘律 破功以外 也让台北市民摇头 因为这件事情跟大巨蛋那个事情 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嘛 大巨蛋要不是是BOT的话 今天眼熊不知道追加到多少了 谁挡得住 一直在追加 台湾的可怕就在这里 国民党执政期间 中央地方 你看每次的建设都是追加预算 没有一次的 人家民进党大域工程 大预算还减少 雪山隧道减少 各种工程捷運减少 国民党都是一直追加 追加不完 我说为什么到现在资料 这个文化部给市政府资料 很清楚的注明了 不准再追加预算了 六十一就是六十一了 你不准给我展颜公旗 你不能假借各种礼物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大建设 都会假借各种礼物 就那个不断增加预算 就是有上下其所的空间吗 对 我是听说这一次 为什么追加预算变更设计 说是无障碍空间不够 奇怪 那你当时在审议 在审核的时候 你怎么不知道什么 这么大一个建筑 怎么会无障碍空间不够 为什么没有做无障碍空间 然后你再变更设计 追加预算 然后公旗又展颜 又那一套又来了 但是我比较痛心的 钱是一回事 预算是一回事 我们可以去追查 他的整个金流怎么样 他的政治层面 观众你想想看 在台北市 从马英九当市长 一直到柯文哲 二十四年来台北市什么大建设 请观众有机会 挤证给我听 台北市做了很多什么建设 去跟高雄比比看 高雄你走到哪里去 都是新的建设大建物 什么都都出来了 台北有了 马英九好龙斌 跟柯文哲三位市长 最厉害的就是拆除 马英九一上路 把中山桥拆掉了 现在那些东西 古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 大家都搞不清楚了 柯文哲一上来 就是把三重的 那个北门的桥拆掉了 拆很快 可是建设呢 二十几年来 这么庞大的议算 一直炸下去 建设到底在哪里 我甚至都怀疑 前三计划一百亿 你给柯文哲是 建设在哪里 对在哪里 解映 从陈水北的马德拉 不拉我们拉到现在 台北解映 都盖了几条出来 我们也没看到 怎么会像一个首都 真的是从世界各国 你去走过 人家大国家的首都那种气势 台湾那个是什么是首都 只有一共一零一当 大家排而已 还有什么首都 所以有时候你想到 这些政治的层面 那这是你选凑一个市长 你就发生这些问题 建设不但没有 留下来的烂屁股 臭尾巴一大堆 还没有解决 北流这件事情 不要想说 利息八十万算什么 台北市政府一年议算有多少 观众你知道吗 几千亿耶 你留个八十万 一亿九千万为什么不户 科文就讲得好像很有气魄 文化部你不户前你要早讲啊 那个公文到底是你没看 还是看不懂 还是怎么一回事 我不懂 人家已经清清楚楚 二零一般人就跟你讲了 结果你啊 刚刚中将你在问 他部署怎么没有一个人 没有人提醒他 哎呦 真的是大哉之问 谁敢提醒他 谁愿意提醒他 就柯文哲的施政的风格个性 谁提醒谁倒霉 反正被他骂了 没人敢去做 反正就市长你做主啊 就留了这么一个尾巴 现在正常愿意查 不是只有这个 还有其他 北一还有其他的 你要去查 你要查他内内有多少 留下尾巴 没有解决的 对 现在谁 新市长为什么要替他去解决这个 我们在提今年奖冠案要花 从阳老人敬老金了 不能还笑他 你这个预算 你用什么子孙的钱 什么 你现在留的这些问题 人家可以编预算花 你不编预算 现在你留北义 北义这些问题的钱 都够你去花一算 结果你都不去处理 我们发现说 他怎么会有点 公开讲财政纪律 我就真的很配合他 你什么都可以讲大声话 就是金钱是一毛钱都不能错了 你也一向以此自豪啊 现在留下来的问题 我们一看 哇 你这个真正是在做真 做假 这个窟窿 不是这个钱小小的 是你的政治伦理 是你在使用预算 是你在对中央的来回 从来都没有 走起工在做 北流 不客气讲 马英九时代规划 然后郝龙斌那边 和201 2097年是2008年 2008对 国民党中央地方全部一条边的 文化部马上准 钱马上核子马上全部的 做事很方便好善良 现在好了 只要党政一不同执政 问题就一定出来 这个案子让我们实在 真的心非意忍了 议会有这么多议员 嫌疾险的拼命嫌 结果你发现这样的漏洞 现在挖出来了 所有议员好像你们好像都没有注意这种事情 现在好像一件事情冒出来 现在才发现 然后政风 我们政风道歉 你从来不注意这种事情都不对的 都没有去提醒吗 所以我说这个政治 词面是大于他那个钱的议算 将来一直挖下去的话 我们整个纪律还有什么纪律 民主国家就这样子混下去吗 地方自治就这样做吗 所以我说这件事情 金大理你务必好好调查 不是因为选举到了 大家来做打选举的模糊战 怎么会留下这样一个尾巴 让台北市民摇头呢 来范老师 因为柯斌一向强调省钱 然后要还债 然后要财政纪律 现在发现是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再来他一直攻击绿营 说什么样几千亿的预算 然后跑去哪里 那现在也被发现 前瞻基础建设的预算 苗波就踢爆 你拿了一百亿 那拿了一百亿大家都在质疑 柯文哲这八年市场任内 好像没什么建设 那到底这个钱又是花到哪里了 柯文哲强调财政纪律 公开透明 八个大字 这八年来 他以理为他的规念 我现在送给他八个字 私下调解 食言而肥 私下调解嘛 你跟两家建筑师事务所 私下调解 三个没有 没有仲裁 没有走法院 没有第三方 就是私底下嘛 对 暗度成仓嘛 私下调解嘛 不愿意公开嘛 不愿意走正道 走法律的程序嘛 也没有第三方 在旁边监督嘛 为什么 这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 食言而肥嘛 你答应人家的1.9亿 你不给人家嘛 人家也要生活啊 公司也要运作啊 台北市政府蒙羞啊 一个市政府 是我们首善之都 是我们的首都 应该是全台湾各个县市的表率 结果我看 你把台北市的招牌蒙成了嘛 再来就是这边承办的公务员 我必须要讲啦 不要有一个下一个余文出现 大家记得吗 2006年马云九当台北市长 他的秘书余文 帮他报所谓的这个特别费 结果被查到了 被当时的市议员检举 有问题 马云九 他脱身而逃 无罪 可是他的秘书余文 被判刑一年 后来进到监狱里面去扶刑 我问你 后来他 扶刑结束又回市政府了 马云九有去问问过他一次吗 有去看过他一次吗 有去探监过一次吗 没有 保持距离切割 所以我觉得台北市的公务员 不要再发生有余文的这个现象 要自保 把你当初经历的所有的市政保存好 必要的时候 做污点证 因为这是你唯一可以自保之道 不要跟自己的未来 自己的公务员的生涯过不去 不要跟自己的退休金过不去 能够考上公务员 考上高考 都是不容易的 所以好不容易考上了 当然公务员 这时候如果因为这个案子 因为柯文哲的推诿 赛则 因此你遭到相关的处分 那你要谋求自我的保护 再来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这问题啊 这个文化部有函他讲说 他说 请贵府啊 极力避免不必要之变更设计 浪费工厂及展研工程等形势 什么叫做不必要 表示文化部发觉 似乎有很多不必要 而且你看他的那个延档的时间 都很有 北基地连结工程是108天 连了108天 快半年了 北基地工程延档 328天 所以我在想奇怪了 要不要跟市民说个说明 为什么这么多延档 这些设计的变更 有没有必要性 还是根本不需要改变 那大家希望你大巨蛋 你应该要改变当时的逃生的一些状况 你不改变 大家认为远雄 没有办法达到标准嘛 你要改善嘛 你这个不改善 结果北流的地方 一边再变 为什么文化部说 你不需要 不要浪费 这个讲得很重 他说你不要浪费 公帕及展颜公币 表示他认为 有这些东西是不必要的 文化部都提醒了 对不对提醒你嘛 你是浪费公帕 是人民的血汗钱 这个工程 本来是 45亿 后来不够 追加 蔡政府也没有说 我跟你柯文哲 不对政党不同 还是给你15亿哦 是赖清德同意的 赖清德同意的 对不对 你看我只能有感谢过赖清德 一句话吗 没有啊 你有感谢过民进党 一块一句话吗 没有啊 我记得2018年 他连任 有一次跟蔡英文在北门 那个眼神不屑一顾啊 对 蔡英文因为2018年 民进党选不是很好 他就觉得 他连任他就觉得 是他自己的功劳 他对民进党 瞧不起 那种态度 所以你看 人家还是给你15亿哦 也可以不给你啊 所以我觉得你不但 不感谢 不珍惜 然后还在之后 还搞出这个 所谓的私相 私下调解 就大家觉得 跟你过去的人设 跟你过去的形象 大相敬庭嘛 好 那现在刚刚讲过 他就为了转移消点哦 讲到前瞻计划 前瞻变前坑 你拿了100亿 告诉大家 花到了什么地方 搞不开 就是你载线政机的时候嘛 否则你每一次 有八年被远见杂志 每一次评选都最后一名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对不对 那你告诉我们你的政机嘛 对 他想要转移焦点 会反而得不偿失 变成像可能外界去检视 你拿了100亿到底做了什么 100亿的钱很多耶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让我们评仿一下 对不对 你有哪些政机 不然一血耻辱嘛 前耻嘛 被人家每次 每次都给你是最后一名 你告诉我们100亿 而且这钱还不是你去争取 是中央给你的 对 你有义务吧 告诉市民朋友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资料 应该都还在市政府 你可以把它全部掉出来 让市民知道 这些钱到底到了什么地方 基隆营区发生 迫及炮的意外爆炸事故 造成九名官兵受伤 那国民党的基隆市议员 吕美龄呢 就跟着特定的媒体 就跑去弹药库的附近 就高显说 这个弹药库应该要移走了 那走进市场之后 原本是要争取民众的认同 结果却遇到一名阿伯踢馆 这个影片在网路上发烧 那因为这个市议员 后来是反抢这名民众 说他是逃打 引发众怒 那留言就灌爆 这位市议员的脸书 基隆发生弹药库意外 在地国民党议员吕美龄 受访的时候 气贵贵 主张弹药库要搬走 原本想争取居民认同 但却提到铁板 一旁来吃面的先生 听不下去 反对弹药库牵走 还当面打脸议员 最后面子挂不住 吕美龄竟然要大哥回去当兵 这句逃打说引发公愤 网友群起声援护台歌 立委郑运鹏也在脸书开栓拦蓝营 过去他们掌权 用合法武力打压台湾人 现在不支持他们 他们就找中国打击台湾国人 有啦 我就在那里吃面 我就吃面 吃到春头就吃了 那如果要进去 他就来我搬去議員 我就叫他猜陪議員 他就 nå被他拳出 住向北友伟 wellness 前走可以跟fox保护 我不知道我的思言是怎么呀 可是我可能讲的太快了 我的意思是 我们不要像乌克兰一样 跟着美国走 大家学学历史嘛 大家看看嘛 对不对 我如果说我错了 那你们来嘛 没关系啊 网友留言灌报 痛批真是很有臉杠选民 说不过人家就建设登上去 最讨打的应该是那些 吃礼爬外舔供的人吧 吕美玲关闭官方脸书 个人账号却换上大佛照 但风波恐怕不会就此停歇 好 我们看到照理说 弹药库发生意外 应该是要加强安全 但是我们看到 国民党这名市议员 竟然是跟着特定的媒体 就跑去附近 然后要去找民众 想说可以增加他 这个迁移弹药库的这样一个诉求 结果他先是访问一名 阿桑大神 这个大神就说 我们是住在最里面 都说没有什么了 那是不会常常发生 所以这名妇人也很清楚了解 这是意外 不是常常发生事情 可是后来这名议员 另外又问到了一名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VCR所看到 这位基隆市民 这位阿伯 那边就说怎么可以迁走 这个弹药库是雇我们台湾的安全 是雇国家 结果就跟这名 这个市议员就有点口角 就吵起来 最后这个吕美龄 竟然是反向这名市民 来 于将军 这个军事你最了解了 基隆发生这样的情况 桃圆当然又牛许人这样讲 是不是都在操作 你哪边有军事设施 就是最危险 就会最容易被中共打 但其实到底民众了解多少 从这个护台歌 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清楚了解 有一些人 其实逻辑是非常清楚的 我讲 我为什么提早退伍 我在军中服役很长的时间 每一次我们的部队到哪里去演习 就会有这种人出现 你们阿兵哥不要在那边吵 阿兵哥离远一点 阿兵哥不要在那边演习 本来没事的 阿贡看你们在这边 他就要打你们 牵扯到我们 等到救灾的时候 他家前面淹水了 他家前面有土石油了 阿兵哥快来啊 赶快把我清理啊 这叫什么 这叫社会的败类 这正叫社会的败类 我不把这些人当成 我自己的同胞 为什么 你的心早就在阿贡那边了 你的心早就在习近平那边了 这种议员说句实话 国民党不处理吗 国民党不处理吗 国民党做法就是 我不申言也不处理 默认 这根本就要处理啊 你国民党议员的第一条是什么 守护中华民国 请问我正为这些受伤的官兵叫区 这些官兵在基隆营区里面 他是在玩吗 他是没事在那边烤肉爆炸炸到了吗 他不是耶 他在执行公务 他是从外岛前运怀的卫爆弹 他正在处理 你知道处理卫爆弹多危险 我们以前在战车炮射击 最怕的一件事 炮弹放进去 发射不打 不点火 这个时候说句实话 你到底是要把他拿出来 还是放那边 我第一次新兵战车不点火 他就举红旗 报警长不点火 我说按照处理程序处理 那个兵的手在发抖你知道吗 他在发抖 他不知道这个弹药是持发火 还是不发火 如果把整个退弹墙退下来 我手去抓 我一抓他把炮栓脱下来之后 我一去抓他 他爆了呢 他爆了整个炮塔就完了 那怎么办 这个弟兄在发抖啊 我说你出来 我来拿 我不怕吗 我也怕啊 我也怕啊 怎么办 这叫担当 要出事出干部的 不要炸死兵 我现在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外面废弹小组 马上就接下来 接下来之后 他放进防暴毯 防暴架以后 把他关起来 马上带走 带去哪里 就是带到像基隆这种 你去处理 这些人是在干什么 在玩啊 他在为国家执行 国家安全的任务 那你却把他当成什么 当成闲物设施 赶走 不准留 牵走 对 闲物设施 这是影响基隆发展 你为什么不牵到桃园 你为什么不牵到台中 为什么不牵到宜兰 可恶啊 这种真是可恶 对 然后呢 人家跟你讲说 阿兵哥在保护我们啊 国军如果没有这样 我们真的阿贡打怪怎么办 阿贡没有要打你啦 阿贡要打 70年早就来打 你知道阿贡为什么不来打 没有823炮弹 古宁头大捷 惊天地 气鬼神 这么多人牺牲 你可以当议员 你早被抓走了 你早被奴役了 你还讲民主 你还选议员 我听到就觉得可恥 然后呢 他说没有 你觉得我不好 可以公平啊 那你不要关脸书啊 你脸书留着啊 这真是 怎么会有这么可恥的事情 另外我讲 他引发重的就是他说 他说那大哥是逃打 你逃打 对 你逃打 我觉得你逃打 那你去习近平那边讨拍吧 你以为习近平会封你官吗 你以为中国共产党会把你列入什么政委吗 我告诉你 没了台湾 你们这些舔 舔共卖台的人一文不值 为了要选举 开始操作战争恐惧 什么叫桃园很危险 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陆军总部就在桃园了 我跟你讲 对 是你来 不是陆军总部过来 那赵哈罗吉 这些军事设施什么 也都要签了 那你签去哪里 签不完 等到需要的时候都要国军 等到开始要选举的时候 都把国军当成闲雾设施 救灾的时候 哪个单位不希望国军来协助 我当然不希望台湾有灾害 可是当国家有灾难的时候 国军第一时间 我告诉你 台风来 台风来前48小时 我们当主官就被召回 24小时 所有士兵回营区待命 这就是国军啊 国军是守护2350万人的 国军不是挑衅制造灾害的 你的旁边有国军在保护你 你应该觉得 哇国军好辛苦 以前我们去行军 我们走到 尤其走到台南 每次我们到台南行军 那个老百姓会拿水壶出来 阿兵哥经过跟我们装水 每个都会装水 那就叫什么你知道 那就是军民之间的那种凝聚力 对 余先生我补充一下 因为这一名桃园市议员 他是要选立委的 他就说他就做了一个民调 说怎么过半民众 不知道汉光演习是在桃园举行 他就说民进党两面手法 制造战争风险 桃园遍布军事基地 军事学校 也这个是兵推空降 摊案登陆地点 桃园人是否知情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桃园人都不知道 置身于风险之中 他不知道可多了 汉光演习是全国举行 不是只有在桃园 全国举行 只是有几个演练科目 重点科目 让记者来开放参观 汉光演习是 全中华民国陆海三军 国防的参演 包含雇员 全员参演 是全国每一个计划都要演练 什么叫在桃园 你这样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这叫做无知到可怜 无知到可怜 你真的不要以为说 你什么都知道 你什么都清楚 国防部可以把所有的军事机密 演习的记录全部公布吗 为什么国防部只选定 几个开放的区域 保密 保密 我怎么可以把我机动路线 我怎么可以把我 战力保存的位置 我怎么可以把我各种 这个反击的措施 全部摊在媒体下面 不行嘛 所以如果不知道 问一问 如果想要红做功课 如果想要许立委 扎实的关心国家安全 否则面谈 来今晚 显然这段影片在网络发烧 然后呢 这个什么 所谓的这个舆论 整个大翻车吗 这个舆论呢 几乎是一面倒的 都在支持这一位 基隆市市民 穿着绿色衣服的这一位 而且这个影片呢 昨天真的是一整个在网络上 烧得非常的热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首先第一个 大家没有想到说 国民党的这个市议员 竟然可以亲中亲到这种程度 就竟然觉得说 我们的国家的军事重地的弹药库 可以说迁移就迁移啊 而且你去看哦 他其实是分两段的哦 分哪两段 第一个 这一位国民党的基隆市议员 他先接受记者的访问 然后呢 他在垮垮其谈说 这个弹药库应该要牵走啊 然后他讲说 因为我们基隆市人口 这个外移很严重啊 言下之意好像说是因为弹药库 让人口外也严重 这两个逻辑完全透在一起 今天用社论 这么大的社论 怎么讲呢 讲的是 莫名其妙霸道专横 火上加油 途征内乱 国民党你必须要 说清楚 断个明白 下最后通牒啊